那我们也在台湾 因为穷尽的所有的救济管道 都没有办法平凡我们的冤案 所以我们才会诉诸国际 那事实上呢 今年以来呢 我们已经有四次到 到华盛顿DC去 然后不管是参加论坛 或是去召开记者会 就是我们要让所有的世人 知道太极门案的真相 那在12月7号呢 我们也在华府举办了一个国际记者会 揭露了台湾的贪腐的真相 少数的政府官员为了奖金 迫害太极门师徒长达25年 被学者称为法税228 那这些官员就为了贪图的奖金 25年来从太极门的 25年前的侯宽人检察官 到后来的国税局跟行政执行署 就是为了这样的奖金 然后可以破坏太极门师徒 甚至还拍卖了我们的修行圣地 那我们这些师兄师姐呢 不只是有到DC 我们在各个地区 像在加州 我们也去过旧金山的经济办事处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澄清 就是希望透过全球的力量 来告诉台湾的政府说 你真的做错了 你这样做的事情呢 真的是不是只有迫害太极门的人权 你甚至呢 让台湾整个的国际形象呢 遭到非常大的打击 这样子对这件事情对台湾真的是好的吗 我们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就应该做尊重人权的事情 像破坏民主的形象 25年 这这样子 只是为了少数人员的奖金 这样子真的是值得的吗 那在刚刚讲到的 太极门案件被送上 到联合国的理事会里面 事实上这些人呢 为什么会 会帮忙太极门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最近呢 因为我们有一支影片揭露出来 就是当初的十月生 开了这张错误税单的十月生 那这个十月生的影片呢 揭露出来之后呢 更是充分的揭露了 太极门案就是一个假案 就是台湾政府迫害太极门的 师徒的思想宗教自由的 一个诬陷的证据 虽然他们认为这件事情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人权迫害的案件 而且呢 为什么拍卖了太极门胜地 就是为了这些人的奖金 所以呢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一定要让世人知道 那太极门地址呢 也在专家学者都已经 为太极门的案做这么多努力之后 我们全球的地址 大家都会一起同心 让全世界人知道太极门的真相 那希望台湾的政府 可以赶快平反这样的冤案 各位线上好朋友大家好 看完影片后 深感国家暴力破坏人民 明明就看到还是不愿意去阻止 台湾政府还要眼睁睁看着 违法滥权恶官继续破坏人民 反而是国际媒体 深入挖掘太极门假案的真相 揭露台湾贪腐真相 政府纵容少数官员 以假税单 迫害太极门师徒 长达25年 看到人民的无奈 以及台湾官僚的傲慢 是台湾延续威权遗毒 破坏人权的案件 太极门案件中 官员的贪腐 已经不止攸关税和金钱 他侵蚀了一个国家的灵魂 形成国家集体犯罪 政府唯有解决太极门案件 才能阻止台湾贪腐官员侵蚀与毒害 接下来一起来听 为女士的分享 大家好 我先分享我的人生转捩点 结婚之后 从乡下出到台北 人生必不熟 与邻妻也互不认识 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 加上自己的个性耿直 倔强又不善言耻 与人接触呢 生怕说错话 得罪了人 所以呀 我在太极门炼气养生 学说话 透过不断的修改 万事与何为贵 自己的个性也较为柔软了 不再固执已见 但是呢 太极门师徒走遍一百个多个国家 到世界各国宣传爱与和平的里面 各界领袖也被太极门师徒表达尽重之意 大家都知道 太极门师徒却遭遇长达25年国家税暴力等破坏 至今政府官员都没有出面 关心和解决问题 太极门本来就没有税的问题 这件冤税假案 此作庸者就是投宽人 用各种手段迫害害其门 害其门在96年7月13日 三审判我们无罪 无欠税 还获得国家冤月培详 法律以还给太极门清白了 可是就是有少数不良官员 贵了奖金换法裁判 我们的国税局在执行署 在太财政部 承抗呼吁撤销违法税单 但国家官员的傲慢 不把人民当主人看待 从整个世界看 太极门80至85年度的假税单 都来自造假的起诉书 其中五个年度都更正为零 唯独81年还没撤销 这是什么原因 真令人悲疑所思啊 政府官员这样欺凌 大凌人民 天理何在 忽隆税单 纠缠人民 税灾户 哀鸿片远 2020年行政执行署口计 全台新增欠税欠费 待强制执行案件 1431万件 里面又有多少是被冤枉的啊 求助无门 里面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切都是为了奖金啊 维法官员 不惜做出违背良心的事 也没有毁盖的意思 继续用假税单欺压人民 抢夺民产 有法税228之称的太极门案件 没有平凡 让人民了解一件事 原来政府口口声声说的 要转型正义 只是喊个口号罢了 如果每个人面对不公不义的事 冷漠对待 不知道要哪一天 待我 你会成为下一个税奴 因此杜绝税暴力 杜绝人权迫害 这25年来 太极门师徒 不会艰难 坚持做对的事 找着法税改革 争取赴税人权 司法人权 这条正确道路 勇敢前进 我们不怕辛苦 也不怕累 维持坚持做对的事 唯有信心 努力坚持下去 才能给人民回归正常的法税制度 台湾要进步 必须严惩违法官员 废除万恶资源的违法税务奖励金 谢谢大家 魏女士有提到 乌龙税单纠缠人民 税债务哀红骗礼 2020年行政执行署统计 全台新增待强制执行欠税案件 高达1431万件 当有奖金的利益关系时 请问税务官员能做到客观中立吗 税务奖金和执行奖金到底是谁得利 税务奖金制度就是制造无数冤案的破源 税务奖金让官员产生贪念 有的贪念就会走上歪路 大家一起来听听 前国税局税务员的分享税务奖励金的来龙曲漫 及奖金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税务奖励金其实也只是一个 所谓的行政规则 它并不是法律或命令 它的法律位阶是在蛮低点的 等于就是说行政机关 做了一个所谓的作业要点 那上报到财政部 然后财政部只要同意之后 然后就是给所谓的行政院发布 那这个行政规则就成立为官总是希望升官发财 那所以上面的人他很注重这个成绩 因为这个成绩是代表他以后的升官之路嘛 所以他们注重的话 那是不是下面的承办人员就要做 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奖金 就以往来讲的话 其实陈述并不像划款奖金那么多啦 因为他毕竟是需要有所谓的绩效嘛 从92年卓星宇的立法委员 他去提议说要废掉这个划款奖金的时候啊 那后来呢 就是94年税务奖励金的 他的一些要点就改了 国税局局长张胜河说 不足以养联吗 那当然他就是 就是会有人就是去想到要动这个税务奖励金 让他更能够更让税务人员有奖金可以拿啦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税务奖励金里面有所谓的违章案件的绩效 所以其实他有点是两头吃 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疏漏 那税务奖励金的话 就是一个承办人员 他除了基增业务工作以外 他也有其他的行政工作 那这些都是每年都要所谓的绩效评比 那那一部分的绩效评比之后 如果有列入的话 才会有所谓的税务奖励金 所以那个是 不太不太是 等于是有点是有点是平行线啦 就是说你一方面在做所谓的查核案件 然后你的查核案件每年可能有多少件 那你查核案件查得好的话 你的绩效高了 那你绩效高的话 你的华婚奖金当然就多了 因为所谓的税务奖励金 其实他的范围非常广泛 也就是说 譬如说像所谓的服务科 卫民服务柜台 他每年服务的人数 还有他受到申数的比例的多寡 这个就是属于服务科 他们的一个绩效 那如果说像政风单位 政风单位的话就是说 他们会去查有没有税务奖励方面的问题 那税务奖励方面的问题的话 其实也很好笑 我曾经遇到一件事就是 那个监察室啊 就打电话来找我们主管 就说你看看有没有 谁送个那种一千块什么东西的 抱上来几件 因为他没有这种建树 他也没有成绩 税务奖励金其实是变成是 大家统统有 就是变成说你 不管你坐在哪一个位置 你年终的时候 还是都会有所谓的排名 所以才会造成说 修电脑的 开车的 他们都是属于 附属 附属的 协办人员 所以才会说 大家统统有讲 但是其实那个金额 是不大 只是说 人数众多 那造成说 其实那个每年所编列的预算 也是不在少数了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都可以废除掉 因为毫无意义 并没有所谓真正提升了 所谓的服务品质 基资机关 他每年会给承办人员一个 所谓的 基增的一个绩效 就是譬如说 你这个承办人员 1000家的营业人 你每年的税收 已经是给你编定多少 那这个预算的编列的话 是按照前一年 然后再增长 譬如说 一成或者是两成 那你如果说 经济不景气的话 那是税收相对就少 那如果说 没有达到的话 是不是这个机关的成绩 就会低落 那当然就拿不到税务奖励金了 那所以 在上面的 在高位的 他为了他的成绩 然后他就会 让那个承办人员 一定要多争 所以我刚才不是有讲一个例子吗 就是说 这个承办人员 因为他这个责任区的一个 那个 激增成绩不理想 他就请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就说 哎呀你就这一期啊 或是因为他是有时候是一季一季嘛 你就这一期啊 譬如说 我可能到了年中了 譬如12月 我这个预算领度快要结束了 那我的成绩还没有到达 我所需要的 就是我那个趴数没有出来 那没有出来就会被上面的长官定 那他就会请一些大公司配合 就是说 哎呀你12月你就 就先缴一些 然后到时候就说你缴错了 到了第二年的1月之后 再来办退税 那这样子 前一年的预算达到了 然后第二年 然后退的话 那就跟前一年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所谓的 呃超增 那超增 其实就是真的就是跟税务奖金金有关啦 我为了要达到成绩 我一定要努力的去抓出 我可以多课税的人啊 或是多课税的公司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成绩才可以达到啊 那我也才可以所谓的榜上有名啊 然后可以寄公家奖花奖金啊 所以这个都是有关联的 看完这段影片 真的令人不解 财政部核发税务奖励金作业要点 只是行政规则 并不是法律或命令 也就是没有法源依据 每年所编列的预算却不少 有些承办人为了绩效领奖金 叫你12月时多缴一些 然后隔年1月再来说 错了来退回 前一年的绩效还是达到了 为了成绩就要多征税 才能寄公家奖领奖金 税务奖励金人人有奖 毫无意义 真的该废除税务奖励金制度及内规 才能避免贪 多生养性 也看到师兄姐笑容满面 光环鼓励下 我渐渐学会正向思考 学会帮助自己 我体会到每个人一生中虽然不完美 但需要改变成完整的人生 想到太极美冤案 最可恶的是国税局的违法开担 国税局仅凭投宽人检察官不实的起诉书 完全没有查证 这对太极美开出假税单明显失职 更过分的是法院10年的审理查证 在民国96年7月13日 三审判决确定太极美无罪无欠税 已经还给太极美清白 但是国税局根本不理会司法判决结果 仍然用假税单继续破坏太极美师徒 漫长的25年过去了 太极美自始至终就是清白 依法应该缴的税就必须缴 不应该缴的税一毛钱都不能缴 更何况三审判决的法官 许多的立委许多的国家 国内外专家学者全部都讲得很清楚 太极美根本就没有税的问题 一开始就是侯宽人找国税局税务原职 始月生作伪证 所以国税局一开始用假证据 假证人开出违法假税单 破坏人民行政执行署 更进一步配合国税局讲博民产 最主要症结点就是为了奖金 就是贪图在奖金有很多的税民 被违法税单缠住了 光走行政救济就先 缴违法税单金额的二分之一 让税民耗尽一生家产 欺离子散 叫破人亡台湾的法税乱象不改革 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税灾户 明天可能就是你 所以我曾经站在台道上 要求政府改正错误 莫再迫害台湾的税民 我也曾经站在大街小巷 宣导法税改革 支持费奖金 救冤案 雇人权 违法官员才不会受到奖金用货 制造冤案破坏百姓 这一条法税改革的路 就是为公理为正义而奋斗的一条路 谢谢大家 人民依法缴税 政府更应该依法克税 台湾法税乱象不改革 台湾不合理的税制 就是另种形态的奴隶制度 造成无数税债户成为税奴 明天有可能就是你 前国税局检任集合 黄坤光先生表示 民主应当依合理的法律课税 奖金其实是毒药 不当奖金不应存在 并提显公务人员 官员要有公民自觉 要服从法律 而不是听从长官只要讥笑 要打破降纲文化 更不能为了奖金 胡乱克税 接下来一起观看这段影片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国税局就是欺负人嘛 欺负不懂的人 然后欺负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善良的老百姓 那像我们律师好像也不是特别坏了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就懂得程序上就去跟他 argue 所以呢 他们就不敢来 来那个 但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这个国税局为什么那么认真查税 所以我后来到立法院的时候 其实本来是朱欣与朱委员那时候有 然后到我是在一百年 我进去立法院的 那我那个时候就查到就是 为什么国税局里面都会编列所谓的 那个查税奖金 那我那个时候每年都删哦 那每年都 都 他们都恢复 他们都用其他的理由就是把他夹在里面 那有一次就问 那个时候财政部长是张胜和 张胜和就跟我讲说 委员 你如果都把他砍掉的话 那个 没有查税就不足以养联 我说我们台湾 就是要用查税才足以养联 你看这个是什么政府啊 我都跟他讲说 所以国税局的人看到 其实财政部的人看到我也蛮害怕的 我都跟他们讲说 你们国税局应该是要这么做 就是说 大家 应该鼓励大家去缴税 对不对 不应该来查人家的税 对不对 你缴比较多的税 我就给你比较多的减免 这样才对嘛 但是我们的政府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我们 这个太极门的案件 让我觉得感触非常的深刻 就是说 其实 好几个 这个年度的都已经撤销了 那也都没有去执行了 结果唯独剩下一件 那这一件呢 就表示说我们的行政官员没有担当啦 那我们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你本来政府就是要担当你已经有错误了 你就是自动自为撤销就好了 还要搞到我们太极门的师兄姐要去拿牌子抗议 然后还要再去就是去申诉 政府还给我们强制执行 这样子 哪有符合人权啊 完全没有对不对 什么人权都是骗人的 所以我觉得说蔡政府 就是我们蔡总统 在这么大的名义之下 其实针对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应该要做出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敬佩的一个决定 用政治的力量来处理这个案子 因为过去就是用政治的力量 来干预我们太极门的案子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用政治的力量 还我们太极门一个公道 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针对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很简单 做错了 政府就勇于承认错误 就撤销 这种奖励金也好 刚才那个 那个所谓华丸奖金也好 多种制度都不合理啦 其实公务员你 你办案 你去查税也好怎么样 这是本来你的职务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你职务 你从你的职务里面去抽奖金呢 大家懂意思吗 你有薪水 国家给你薪水 那你表现良好 烤鸡可以打好一点嘛 比如说你表现良好 烤鸡打好 他就有烤鸡奖金嘛 这样就很好了啊 你为什么还要给人家 从那个 从你们去抽成呢 这个制度本身就是 非常不公义啦 你知道吗 在此我诚恳呼吁政府 必须重视法税征改革 将这个腐败体制内的毒瘤 连根拔起 第一步就是 费除税务奖务奖励金 或是违法官员 贪腐歪风 税务奖励金的制度就是错误的源头 贪图税务奖励金造成官官相互 互相包庇 上下瓜分人民血汗钱 变得理所当然 政府不是不知道 而是执政者视若无睹不作为 政府官员都各自认为事不关己 执政者官员难道你们都无感吗 明知道错误到底能不能改 一切取决于自己的良心 接下来用良心时代歌曲 幻想我们的政府官员 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良心 谢谢大家 一来到人人都有好心常用 吃东东上扬扬起人人都能做好人 良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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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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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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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良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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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有了良心 不管是做任何 大家有那么多的人 在给大家 专层当的 心依赖 他们都在努力 让世界更美好 您也加入吧 努力创造属于我们的良心时代